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准备购买超过3000万吨的农产品 来补充中国的相关粮食储备 以防止这次特殊情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并且履行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相关的承诺 来自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就表示说 中国你购买超过3000万吨的农产品 来补充他们的国家仓储 但是多数的农产品 报道表示说都是来自于美国 该报道显示说 三位消息师透露说 中国准备购买超过3000万吨的农产品 来补充他们的仓储 以防止这次特殊情况带来的一些中断或者冲击 并且稍待绞的履行了一下 购买美国农产品的一些承诺 其中两位获悉政府计划的消息师就表示说 中国打算购买大约1000万吨的大豆 还有2000万吨的玉米 以及100万吨的棉花 用来补充国家相关的一些储备 另外消息师表示说其中大部分的进口农产品 都是来自美国 那么中国正在着手兑现 今年1月份的时候 跟美国签订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的一些承诺 另外据卫消息师表示说 北京传出来的消息 说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 现在正是在增加储备的一个大好时机 特别是商品的价格相对低的时候 好 再来看一下蓬佩奥 催促中国要允许相关的考察人员 要进入相关的实验室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就表示说 在这一次特殊情况全球席卷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催促中国 要允许考察人员进入涉及到敏感议题的实验室 并且对中国的这些实验室的安全表达了一些担心 另外蓬佩奥之前已经拒绝了排除这次特殊的事件 是来自中国的某一个实验室的一种可能性 而中国则在各种场合竭力的否认相关的说法 另外蓬佩奥今天在面前记者的时候表示说 他说你们得记住 中国境内的这个实验室仍然在正常的运作 而这个实验室里面正在研究一些复杂的一些病原体 不只是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的这个汉式的病毒研究所 这一个地方而已 另外他表示说用这个安全可靠的一些方式 来处理这些材料防止意外的泄露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蓬佩奥还举例子说这个盒子设施 说这个是全球为了确保安全 已经对其严加了解释 另外蓬佩奥也再度的关切了 中国这个没有分享最初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另外科学界呢 将这一次的这个信息 目前来说啊 很多的这个分析的指向表明都是源自于中国 另外蓬佩奥也表示说呢 他说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关的这个信息 最初式的一个样本 他说全球啊 也没有这个管道进入相关的一些设施 那么其位于中国某一个地方就是敏感地域的这样一个实验室当中 他们的研究所当中 这个相关的核心信息 目前蓬佩奥也是指出了这个一些质疑和一些担忧 好再来看一下美国的乔治亚州准备要重启经济 但是川普呢非常坚决的说No 不行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罕见的批评了共和党籍的州长 表示呢 他强烈的反对 乔治亚州 让这个次清店啊 还有美甲沙龙店啊 等等些小型的商店 恢复到运营的决定 川普政府上个星期的时候呢 就公布啊 要在尽可能遵守这个相关指引的情况下 让美国逐步的这个复工的计划 以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说前提一定是保证这个民众的整个社会的安全 但是与川普同样都是这个共和党籍的 那些店家恢复运营 这个步调啊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川普表示后呢 他已经跟乔治亚州的州长 坎普说了 他强烈的反对 他开放部分的设施的决定 他说呢 这违反了第一阶段的一些复工的准则 另外他也表示说呢 他说美国政府表示这个 相关的这个情况啊 就必须要指标是下滑了14天之后 才能够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和步骤来允许 恢复这个营业 另外他表示说呢 川普说他尊重部分州长的决定 他会让他们来做决定 但是他呢 也会有自己的考量 他会怎么做 他会有自己的考量 他说呢 他目前不会让那些店家 在这样一个还没有安全指标的一个环境当中 去营业 他说呢 他更多的是想保护更多民众的生命安全 另外美国的权威的传染病专家啊 福奇在同一场记者会上就表示说呢 如果这个他要对坎普 就川普要对坎普的这个建议 提出另外的一些提议的话 他说呢 我会很谨慎的跟他提出一些建议 他说我会建议他不要打开这些商店的门 福奇说他会建议川普不要打开这些商店的门 好 美国的农民呢 传出消息来说 可能会考虑啊 让他们养殖的生猪 给他们进行安乐死 但是中国的网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大喊说可惜了 给我们呀 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 就表示说呢 这次的特殊情况严重的冲进了美国的生猪的养殖业 有当地的养殖户就考虑啊 要给这个猪肢进行安乐死 但是有中国的网民就直呼 哎呀 真是太浪费了 综合美国的福克斯新闻 以及啊 国事直通车 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报道就说呢 说美国部分的大型的猪肉消费场所啊 包括这个学校啊 餐馆啊 受到这一次特殊情况的影响呢 而关闭了 但是全美有六万多名的这个猪肉养殖户 仍然在工作当中 美国的猪肉生产者协会呢 就估计啊 这一次特殊情况的影响 将使得当地的这个猪农 在每一头准备上市的这个猪肢的上面 损失37美元 那么这一数字呢 如果维持到今年年底的话 则意味着有50亿美元的一个收盈的一个减少 收入的减少 美国一家农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啊 斯托尔特就表示说 他如果猪肉加工厂关闭了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将常年的猪肢 运送到加工厂的话 他们就必须考虑其他的措施 这个当中就包括安乐斯 另外呢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 远在另外一端的地球另外一端啊 大西洋彼岸的中国 却是因为目前面临着这个猪肉严重的供举不足 所以这个猪肉的价格呢 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个问题 那面对美国的养殖户 考虑给这个猪安乐斯的新闻呢 很多中国的网友就直呼 哎呀心疼太可惜了 另外也有中国的网民啊 敬意这个美国养殖户啊 他说你给我们呀 做成腊肉 你快递到中国 或者这个降点价 买个中国也行啊 好再来看一下东京奥会方面的信息 当地的官方媒体 官方网站 包括官方的人士表示说呢 这个东京奥运会不可能再顺延了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呢 东京奥运会的组委会的会长 今天就表示说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因为这一次的特殊情况 已经顺延到了明年的夏天 这个时间就不可能再继续的顺延下去了 来自日本的媒体共同社的报道说呢 东京奥组委的会长 孙喜朗就表示说呢 绝不能够再研制到2021年7月23号的这个东京奥运会 再来继续顺延这是不大可能的了 报道引述 孙喜朗的话表示说呢 还要考量到选手以及赛事管理的很多层面的问题 这个奥运会顺延两年 这个技术上是存在非常大的难度的 另外呢 孙喜朗也表示今天啊 早些时候已经问过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日本是否应该考虑奥运会延后两年 但是安倍晋三的这个定调呢 表示说延后一年才是最为好的 最为妥当的一个办法 好 再来看一下 蓬佩奥表示说 不论啊 不管这个朝鲜到底是谁当家 是不是这个改朝换代 是不是有更迭 他说美国的对朝鲜的一些目标 都是不会改变的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情况 目前是引发了外界的一片的异测 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表示呢 美国将持续的寻求朝鲜无核化 无论平壤当家的是谁 这个报道指呢 说金正恩这个健康情况有传恶化的消息 所以美国官员就拒绝置评 而韩国呢 也淡化了相关报道的内容 美国福克斯新闻这个专访当中就提到 说蓬佩奥表示 他曾经见过金正恩 也见过他有权有势的这个包妹金宇正 他说呢 我确实有机会和他见过一两次面 但是这个挑战依旧不变 目标呢 依旧不会改变 不管朝鲜将来是谁当家都一样 另外呢 报道表示说这个金宇正啊 近来他的地位一直在飙升 那么外界就怀疑呢 他最有可能 如果金正恩这个出现了问题的话 他最有可能是接班人 另外蓬佩奥重申美国方面的立场说 假如朝鲜的领导层放弃核武的话 那么当地人民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他说呢 他们必须要飞核化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来进行核实 事情呢 就是这样的 他说不管谁当了这个朝鲜的领导人 美国的既定目标都是不会改变的 好再来看一下美国军方也表态说 这个目前金正恩啊 仍然是掌握着朝鲜的军政大权 来自香港媒体香港电台的报道就说呢 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继续的发放 他们的领袖金正恩的相关消息 指金正恩向叙利亚的总统巴什尔发出了电文 感谢对方啊 在朝鲜的前领袖金日成这个民寿180周年的时候呢 发出了一个电文 并且呢 也祝愿啊 这个巴什尔他能够身体健康 另外美国有传媒呢 早前就报道说呢 这个金正恩接受了相关的手术之后呢 目前情况已经有点危急了 而韩国的总统府今晚还强调说呢 没有侦测到有关于朝鲜任何异动的情况 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 这个副主席 海顿他也表示说呢 金正恩目前依然完全掌控着朝鲜的核武 以及朝鲜的军队 好再来关心一下欧洲方面的经济情况 有报道有调查表示说 这个欧元区的经济可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崩溃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就表示说呢 根据金融信息分析公司星期四 发布的一个最新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说欧元区经济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崩溃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就表示说呢 说由于各个国家采取了对这次特殊情况相关的一些措施 那么欧元区的经济呢 在四月份录得的有史以来的最严重商业活动和就业人数的一个下降的指数 那么该公司的采购经理指数呢 从三月份的历史的最低点的29.7 已经跌到了四月份的创纪录的低点13.5 那么正是呢 有19个成员的这个欧元区国家的私营部门啊 他们目前依然是被笼罩在一片阴霾当中 这个速度啊 这个指数更是低于50 明显的显示出了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一下全球航空业 目前啊 也是不是很乐观 说这个全球航空的旅客呀 到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坠前到12亿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呢 联合国专门的一个机构叫福建民航组织 今天就表示说呢 这一次的特殊情况的大流行的影响之下 到了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全球的这个飞航旅客恐怕将减少12亿人次 另外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表示说呢 说最明显的降幅预计会是在欧洲地区 尤其是在夏季的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 那么接着呢 就是在亚太地区 另外国际民航组织还表示说呢 说这个飞机这个运载力啊 恐怕也会大幅的削减 导致航空公司今年前九个月的这个收入 锐减多达1600亿美元到2530亿美元 另外国际民航组织最新的数据表示说呢 到二月份啊 比这个数据会比二月份估计的这个收入 要减少40亿到50亿美元 可以说是这个情况非常的惨淡 当目前呢 可以说是这个情况啊 笼罩了全球 使得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个飞行啊 航空领域的这个运作状态啊 包括收入状态都不会是特别的理想 好再来看一下 这个飞机制造大厂波音公司传出呢 将裁员700名员工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呢 有两名知情人士就告诉啊 法新社表示说啊 说这个波音公司 他们计划要裁减10%的民航部门的人力 因为这一次特殊情况的影响呢 造成了整个国界这个航空业的危机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影响和冲击都是比较大的 消息人士表示呢 这一次裁员将冲击到波音的G3G MAX 还有波音的787以及777型的客机的制造部门 G3G MAX客机呢 因为接连发生了两起致命的苦难 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境当中 迄今为止啊 已经停飞了将近有一年多了 另外波音这一次裁员呢 最多可能影响达到7000名的员工 那波音呢 在全球目前 一共雇佣了超过有16万名的员工 包括在美国华盛顿州的7万多名的员工 大多数的波音客机呢 都是在华盛顿州来进行组装的 只有部分的787型的客机呢 是在美国的兰卡莫兰纳州进行生产 波音的一名发言人就表示说 目前这个公司提出啊 是一个自远离职的一个方案 但是没有证实计划当中的一些 员工的设计规模到底是有多大 另外呢 这个波音也将与政府 针对这个联邦的一些纾困计划 展开一些协商 另外与此同时呢 科威特的一个航空租赁公司 今天就撞告波音 要求啊 要退还他们采购的 40架737的麦克斯型的客机的预付款 3.36亿美元 另外这个公司表示说呢 他这个在提交给芝加哥联邦法院的一个诉状当中 就指控说波音没有办法如期的交付飞机 也没有能够提供这个修正之后的交集的时间表 违约扣留他们的预付款 另外该公司还指出说这个在波音没有办法如期的交付 9架飞机之后 该公司在3月6号的时候 他们已经取消了相关的订单 好了以上呢 就是这一时段有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 明镜快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一段的明镜新闻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